今天就首先講這場紅白鬥賽後平 利物浦主場對熱刺的大戰 如果要我用三言兩語去講完這場賽事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用以下這幾句 輸球那隊的教練就看著自己的球員自生自滅 死了沒得翻生才作出適當的調動 而贏球那隊的教練一直都是不調整 要看著對手死了沒得翻生 還有自己的球員熬生熬死自己搞定他才開始調動 今次這場球雙方的教練都是袖手旁觀 是一場這樣的大戰 而利物浦球員的平均表現好過熱刺 球員定了勝負 所以就出現了利物浦贏2比1的結果 我都想首先稱讚雙方的球員之後才批評他們的教練 雖然熱刺是輸了球的 但是上半場和下半場的早段熱刺球員 依然有體能的時候其實都踢得OK的 有個別的球員還要踢得很好 總算執行到一個穩守反擊的戰術 而開球一分鐘其實熱刺都已經入球了 是打一個就是防守反擊 首先是軒達神打算控球在腳 誰知被旁邊的雲克斯肩頭對肩頭成功壓迫到 施掃高搶了個球引球出擊 先後過了法賓路和韋娜杜姆 再分個球給敏大人打反擊 敏大人推個球上禁區頂 羅大偉軟射散中路夫雲 有些運氣的中微角反彈回頭 給哈里簡尼用頭鎚撿雞搞定 協助熱刺領先了 這個個別的事件上 是可以稱讚哈里簡尼的反應和觸覺的 這個球這次就好像打Bandball那樣的 人家殺過來了 但哈里簡尼也可以非常之好反應 做一個推檔 這個推檔可以推到對方的死角位那裡 而這一球也要稱讚 施掃高中圈附近的突破 不過可惜了 施掃高之後因為一次比較魯莽愚蠢 犯規之後竟然和羅伯辰出現口角 再繼而推撞羅伯辰一下 很無謂的拿了面王牌 後來施掃高被迫 踢到綁手綁腳 就表現得沒那麼出彩了 熱刺領先了之後 當然是繼續穩守反擊的 也出現了我們沒有想過 他會這麼好表現的 這個是熱刺搜門員 加薩尼加上身事件 多次撲救禁區裡邊對手的 頭長攻沒 完成了上半場的 穩守反擊計劃 去到下半場的 四十七分鐘 熱刺還差一點可以 拉開記錄 又是加薩尼加這個搜門員的功勞 大腳勾上去準確地找到敏大人 還要搞到勞夫雲吃了塵 這次敏大人半單刀 進了禁區巧妙過手門員艾利神 射空門的時候用高波 也不可以說他錯 他是想完全射過對方企圖 護空門解圍的利物浦防守球員 可惜真的有點不幸 大力了那麼射射還沒 事實上敏大人今天的表現 就無可挑剔的了 表現得非常之好 如果這球球他能進去的話 拉開記錄0比2的話 整件事很可能就會不同了 就差一點運氣了 熱刺 講到這裡 其實熱刺今天 都值得拿一下分數的 大家聽完之後是不是覺得 但都輸給利物浦 也就是說當然都要稱讚 利物浦球員的表現 首先要多謝利物浦球員的鬥心 和拼搏精神 主場當然會打過一線 所以就很明顯看到 利物浦今天面對密集的時候 連結和轉移方向的速度 就快過作客曼聯那場很多了 今天的角球數有回八個 就沒有再好似 雙鴻匯那次得分一個角球那麼肉酸 曼聯在雙鴻匯當中的防守 是舒服很多的 在禁區附近 是根本不用犯規的 但是今天的熱刺 收縮防守的時候 就辛苦很多了 利物浦的連結速率 成功是逼到熱刺多次出現 就是禁區附近的犯規 而搏倒佛球可惜 亞歷山大亞諾 今天就沒有腳好球 無論死球還是運動戰當中 亞歷山大亞諾這份球球都是斬不起的 而且還要盲目地不停去試 不停去斬 不停浪費參試 幸好他左邊的隊友 左後衛的羅拔臣 就聰明很多 又懂得腦筋急轉彎 這個雙鴻匯的時候 羅拔臣發現過自己的全中球質素不好 立即懂得變招出地球 而今天對著熱刺 羅拔臣同樣發現自己的斬球不漂亮 懂得反過來 用另一種方法等待時機 針對著狀態不好的艾力神 防守位突破 突破到底線才傳中 提供一些明買明買的威脅力出來 不過始終有些可惜的地方 就是利物浦面對密集 都是得明買明買這一招 所以來說 其實都是給了機會對手的守門員上身 因為絕大部分的機會 都是來自全中球明買明買 而這些全中球都是禁區外邊斬進去 傳送路程遙遠 多了時間給對手的守門員準備 傳送路程遙遠 亦都加大了頭錘攻門的難度 很多利物浦的頭錘攻門難度就高了 所以頂得太過正中 就給了機會 這個加山尼加上身 其實大家可以反過來想一下 如果利物浦能夠進入禁區底線 才地波傳中 傳送路程大大縮短減低利物浦射門的難度 亦都會大大減少對方守門員準備的時間 就算對方守門員怎樣上身都好 其實都很難破救了 可惜利物浦很少可以做到禁區底線 地波傳中的這一招 事關他們的進攻點不拉邊 進攻點不拉邊 進入中間欠缺中路插入突破的路線 而且左右後衛的基本位置 亦都一向跟禁區裏邊有距離 所以會搞到即使利物浦轉移速度 已經加快了很多 但最終他們的進攻都只不過是能夠靠明媒明媒作結 這個進攻力度雖然加大 但是進攻的層次深度是沒有加深度的 其實26分鐘的時候 Sara曾經偶然拉過一次最右邊 馬上就有個跑動路線內設入的組織出來 成功拉扯對方的後防線 因為有拉邊有走動就拉扯到 結果法明媒可以在中間做個漂亮的支點協助 Sara進入禁區頂中路出現一個很危險 而且是有角度的射門 令到守門員都接不住 繼而再出現這個就是法明媒的撿雞機會 所以來說如果Sara和文尼拉到邊的話 是能夠出現多些地波組織入中路的用腳射門 令到那個組織的層次加深 令到對方的守門員又要破構頭錘公門 又要破構這個用腳的射門 進攻的辦法這麼多元化 才可以徹底摧毀到對方的守門員 不過可惜了 26分鐘那次拉到邊之後 Sara都之後甚少再嘗試拉邊 在整個上半場落後的時間當中 高普都沒有嘗試調整 沒有打算叫球員拉邊 去到下半場其實都是這樣 也沒有嘗試換入基達或拉難拿這些創造力 比較好的中場球員出來 繼續保持著三個攻兵型中場這個欠缺 創造力的是組合 結果去到下半場能夠追成平手的方法 也只不過是要靠欠達神偶然拉右邊才能入球 其實雙虹匯的時候都曾經見過欠達神拉右邊 不過以欠達神的基本速度來說 就不足以拉邊跑動插入 所以其實就沒有什麼大的作為 去到今日的52分鐘的時候 欠達神拉到最右邊 其實都只不過是明白明白全中 而且是失敗了 而之後就算他留在右邊的位置 嘗試45度插入禁區 接應法賓奴過頭高波也好 基本上以欠達神的速度 都似乎很難可以立即接應到球 再產生射門機會 不過又幸運 他遇上了丹尼路斯的失誤 丹尼路斯今次判斷高波失誤 反而頂了球落在欠達神的左腳那裡 這樣就幫了欠達神 令到欠達神不需要再加速跑入底線去接應 接應難度大大減低 簡直可以減速下來慢慢跑 舒服地可以站定一點用左腳射門 所以進攻點不拉邊的利物浦 都是要靠到對手計時炸彈爆發 才可以追成平手 但1比1之後 利物浦的戰術都是沒有變的 面對密集依然難以入球 高波也繼續不調動 由得利物浦球員捱生捱死 不過幸運高波遇上了普折天奴 就是同樣地由得熱刺球員自生自滅 這樣利物浦才可以反勝 所以高波的三分 他就是要多謝普折天奴 全場來說普折天奴 都沒有做過什麼合理及及時的調動 上半場和下半場的組斷 熱刺還有體能才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 但被利物浦追成平手之後 熱刺就經意沒有什麼反擊 可以打出去 逐漸出現九手必失的問題 而當中其實有三個熱刺球員可以選擇拿走 第一個就是開球一分鐘 入完球之後就隱形的哈利簡尼 大家都記得 歐聯決賽熱刺為什麼會輸球 就是普折天奴死抱著哈利簡尼 而今季之前那場歐聯拉開記錄 我都已經說過 是要給哈利簡尼休息 準備打利物浦那場 但是那場歐聯 普折天奴死抱著哈利簡尼 踢足全場 搞到今天對利物浦呢 去到下半場都竟然沒有了東西看 這個哈利簡尼 那為什麼不早點拿走哈利簡尼 用盧卡斯摩拉呢 其實今天利物浦呢 總是要左右兩邊後衛押上助攻 是搞到兩邊的防守區域有時會空虛 熱刺只要是找找大人和盧卡斯摩拉這兩個快馬 兩邊打反擊打爆利物浦兩邊就可以了 所以根本就是不太需要中路的哈利簡尼 不過啦 我這次呢 都可以理解為一比一之後 熱刺如果想贏回波哥 有時要面對密集 都需要哈利簡尼做個主公之點 都有理據可以說暫時不拿走哈利簡尼 但是我又要問回 為什麼不拿走同樣很靜局的迪利艾利 是呀 他剛剛復出沒有狀態沒有人怪他 但是作為教練你要拿走他 你早點用盧卡斯摩拉出來加速 打反擊出去一定是好很多的 但是這個呢 普切天奴也是不悶的 那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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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當了 就是普切天奴可以說迪利艾利 現在呢 是陣中僅有的超級連結人 不可以動他的哈 那所以就不動得他啦 那但是跟著呢 我所說的這個熱刺球員呢 就怎樣都是要換走的啦 OK 那我給幾秒時間大家想一想是誰 其實都不容易 都不是難想到的啦 OK 3 2 1 答到啦 大家應該知道啦 是不是 就是 雪藏雪到完全沒有狀態的艾力臣啦 其實呢 我都理解啦 一場的是大戰來的 艾力臣是大賽球員 大戰球員 給他打正選 或者有機會會靈感男神上身 突然一下軟射入球都不出奇 一開球給他打正選 試一試看一看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在專屬直播的時候 我都沒有說大力批評艾力臣打正選 但是啦 如果比賽過程當中 真是見到艾力臣的運轉力不夠 他的狀態真是支撐不住這場大戰的話呢 那就要及時去修正 及時去拿走他的啦 基本上上半場艾力臣都已經做不到手轉攻的連結的啦 這樣留在這裡其實都沒有用的啦 而且防守方面的轉數呢 還要嚴重不足的艾力臣今次 大家應該都會記得啦 就是今天大力臣呢 他是被這個羅拔臣說過就過過了兩次的 第一次呢 重要只不過是上半場13分鐘 是13分鐘啊 就被人說過就過 最有體能的時候都被人說過就過 那也就是說體能是完全不行的啦 去到68分鐘再被羅拔臣說過就過一次 那普設天奴就沒理由看不到 但都依然誤換人 其實半場的時候就應該要拿走艾力臣的啦 而普設天奴呢 竟然去到88分鐘才說拿走艾力臣 這個是笑話來的 63分鐘的時候 哪有可能拿走沒什麼太大問題的雲克斯 而不拿走艾力臣呢 那結果呢 就是因為沒有做到我要求的調動 搞到輸球啦 那為什麼利物浦 73分鐘突然之間打反擊呢 就因為艾力臣中圈附近被人搶了那個球 那個失球的原因 就是這麼直接這麼簡單 就完全是艾力臣背鍋的 你不拿走他的背鍋那個人就在那裡 他就累了你 令到你失球 令到你被這個利物浦打反擊 其實是這麼簡單直接的 不過啦 我都會講完 就是其他所有的間接原因出來的 其實啦 早在1比1之後 熱刺都已經是沒有什麼反擊可以打出去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好像天奴也沒有幫這個進攻點加速 大家都明白了 那當然就會出現狗手必失的情況啦 那一直都是靠守門員在那裡捱著的 但是其實這條防線呢 都開始捱不住的啦 曾經出現過呢 就是山齊時和丹尼路斯計時炸彈爆發嘛 那大家應該都記得就是他們兩個突然之間 一起都不頂波 益光這個發明雷入禁區射門 那樣搞笑的場面的啦 那而去到了 73分鐘 真的出現了我所說 沒有及早拿走艾力臣搞到乱了野的情況 那本來這一球波熱刺打出去的 那怎不知呢 去到艾力臣那點那裡呢 就停了下來 停了下來啦 狀態極矮的艾力臣獨足緩慢 那接著呢就被人搶了個波 調回轉頭給利物浦打個反擊 那這些呢最拿命的 如果熱刺一路都是收在後面 還說有得頂一下 那如果熱刺想打出去又打不完出去 完全去不了人家禁區頂 那反擊就斷攬了的話呢 調回轉頭 即是會立即被人打個致命的反擊 而調回轉頭即是益了利物浦 不用再面對密集咯 那其實面對密集老鼠拉龜的利物浦呢 都是等這些機會的 那突然之間不用面對密集 這個呢 文尼就是突然之間有空位可以衝進去打反擊 放大了他的能力咯 那這樣呢 亦都放大了奧利耶的計時炸彈爆發機會 那奧利耶其實這次本來是成功防守的 那但是他就控制不到那個波 計時炸彈爆發 即是他的技術根底不好啦 那給這個呢 就是文尼努力搶回那個波 那繼而呢 奧利耶想翻身解圍的時候 誰不知踢中了文尼的腳 就輸十二馬啦 那熱刺73分鐘就搞到要落後 84分鐘才呢 就是說換這個盧卡斯摩拉進來 又是一個笑話 好像天爐今天 和大家講了三個很大的笑話 73分鐘落後 84分鐘才用盧卡斯摩拉 哦原來這樣的 哦原來呢 一張 寫一張換人紙 和大家一張換人紙 是需要超過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大家呢 香港人呢 就不要學了 尤其是大家在香港吃放題的時候呢 就千萬不要說普遲天路呢 寫字仔寫得那麼慢哦 如果不是呢 就吃死你了 十分鐘才寫一張紙仔 畫三轉紙仔就已經浪費了半個小時了 浪費了一個兩小時放題的四分一時間 你說多愚蠢 去到最後啦 熱刺落後 面對密集的時候 又變回利物浦那些不拉邊 老鼠拉龜 就輸佈了 其實如果普遲天路今天調動好些的話呢 半場的時候用尼當比利取代毅力神 增強收縮防守區域的硬正度能力 防守能力 而這個尼當比利也是有個超級連結人能力的嘛 那未有空間可以拿走同樣狀態的迪利艾利呢 那前面呢 就敏大人 盧卡斯摩拉哈里簡尼 中場呢 尼當比利偶然彈上去打超級連結人 那一定是好很多啦 那你沒有了艾利神在那裡拖累呢 亦都很大機會不用失那個十二馬啦 一比一完場機會就變得很大啦 所以今天來講呢 熱刺輸波完全因為呢 就普遲天路看著球員自身自滅 就放大了看著球員捱生捱死的 放生了 放生了看著呢 就是球員捱生捱死的高譜 那兩個教練來講呢 今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就手旁觀 我對於他們兩個今天的表現其實都是不滿意的 不過如果你要我給分的話呢 那都是高譜高分很多 那雖然高譜的正選陣容呢 就是都是這樣 非常公式化 完全是被人猜到 是理論上很容易被人看穿的 那但是普遲天路那邊呢 就更加大鑊 同樣非常公式化之餘 還是要沒有考慮到球員的狀態 普遲天路基本上呢 都是啦 都是公式化 一到大戰就盲目出了神奇四盒 哈里加尼、敏大人、艾力神、迪利艾利 出了這四個而已 每次都是這樣出的嘛 大戰啊 自動出了這個狀態差的艾力神 那跟著呢 一路呢 都是不拿走艾力神 和迪利艾 這兩個狀態不好的神奇四盒 結果呢 死攬著神奇四盒呢 只要他們不再神奇 就糟糕了 那人家高譜雖然是公式化 但是他選擇的那幫人呢 狀態沒問題啊 那所以人家高譜呢 即使調到不厲害 但是那個陣容 爛算 都總有三分釘 但是你熱刺呢 連三分釘都沒有 那另外啦 我還說多一點點 就是我看到 但是不太肯定的東西 出來給大家分享下的 那同樣都是艾力神的問題來的 那就是這場賽事的十五分鐘 十八秒的時候 那這個呢 就是奧利耶受傷 軍醫出來治理期間 攝影師拍到一些東西的 就是拍到普折天奴在場邊 抓住艾力神聊天 那但是我看那個身體語言 但是他覺得艾力神似乎是同 普折天奴在理論中 爭拗中 正常來說呢 教練場邊指導 球員應該都是聽的 最多是講少少苦衝 但是呢 就不像艾力神這樣的身體語言 一直都似乎是在這裡 一路跟普折天奴在爭拗中 一直各持己見 各執一持 那艾力神的身體語言 好像是表達出 就是反對這個普折天奴的意見 而普折天奴就越講越緊張 繼續嘗試去說服艾力神 之後就沒有拍下去 我之後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下下來我都是猜的 我不敢肯定 我可能只不過是因為知道艾力神不肯續約 才先入為主,認為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今次只不過是分享,不是評論,大家留意一下 今次的分享就是感覺上覺得 鏡頭沒有拍到之後的事情 都是不歡而散的 艾力神沒有聽到普哲天奴說 普哲天奴說服不到艾力神 不過如果球員不聽話的話 為什麼不一早拿走他呢? 所以會不會因為普哲天奴故意想不拿走艾力神 被他踢到出事為止 用這種方法去拗贏艾力神呢? 所以我這樣說絕對是陰謀論 這個可能性極低 但是我絕對不希望真的有這些情況出現 如果這些情況是真的出現了的話 即是說連個教練的潛意識當中 都似乎開始不想再教熱刺 就找些成績來教飛 這樣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千萬不要是這樣 即是說,普哲天奴 如果你不信艾力神的話 你不如一直雪藏他,去到他賣酒為止 不要擺個不確定性的球員 就去球場那裡才行的 來到這裡,有個不確定性 當然就是不知道大家會否點擊廣告 但希望大家可以點擊 點擊廣告才可以令到小弟有收入的 點擊廣告,點廣告,彈廣告示槍出來 以及播出有聲廣告片 多謝 記得訂閱、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以及用25元的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 多謝 手機那片的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示槍出來 敢亦幫到手,電腦記得要適當廣告 程式去發現電腦片的裡面有Banner 廣告片,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示槍出來 敢亦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適合任何位置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裡面 找廣告連結,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片會再見,拜拜